朕不见他 他倒是挺勤勉 每天站班 这性子磨得差不多了 就能用了 是 要不然每天口口声声 喊着要为全家报仇 哪敢把军队交给他带呀 这事你们别告诉他 八旗贵胄那帮老家伙 还有什么口风出来 奴才 奴才倒是听说 他们倒是觉得 留着台湾也是个好事 谁说的 奴才不能因人肺炎 皇上只是让奴才去忘风 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就党同伐异 那以后 谁还敢说实话呢 说这话的人不学无术 祖宗土地 不可一寸让人 朕现在说的是什么时候打 没必要讨论该不该打 朕现在想知道 你们的意见 是什么时候打 这就不懂了 是什么时候打 你们的意见 我打算